紅紅火火的麻辣湯頭 肥美的牛小排鬆扳豬 下鍋幾秒就染上一身喉 吸飽了七滋八味 鴨血 豆腐 毛肚 所有好料在大鍋裡頭搶搶棍 就算滿頭大汗 還是嘻哩呼嚕 越吃越耍脆 喔 湯頭讚 對啊 我們覺得它的菜色 都是真的很棒 我之前是做串菜的 所以這個辣味我還滿喜歡的 麻 我不嗆 辣 我不腥 味道來講的話 它是那個湯底都還算 口感不錯 那個很湯 也是很滑順 吃麻辣鍋不可不吃的川丸子 最能看出店家功夫底子 夠不夠深厚 咬勁外鬆內軟 酒煮之後 依舊吃得到濃郁的肉香 它的香氣很夠 夠到底啦 然後它的川丸子是手工的 是很棒 它的親手自己拿捏的 吃到撐的是真的可以 中餐吃晚餐就不用吃了 光是個頭就像是小型的獅子頭 下鍋油炸到金黃色起鍋 平平都是豬腳肉 這川丸子裡頭就是藏有玄機 為什麼我們會加蘭瓜跟碧茄 因為它吃起來的口感就是不一樣 吃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吃到一個東西 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又有點脆脆的 客人就會很好奇問說 老闆娘你們這裡面 跟一般外面的獅子頭不太一樣耶 為什麼會不一樣 我通常都會跟客人講得很詳細 我不會留名秘方的 麻辣鍋店百家爭名 趕在一片紅海中 秘方不藏私的老闆林采晴 從鍋底開始就有一套獨門本事 現炒麻辣鍋底料 運用牛油炸過的老薑 洋蔥 蔥段 辣豆瓣 還有完整的牛介 牛煎 牛腹肉 反覆拌炒上一個小時 讓麻辣鍋底滋味充滿層次 百轉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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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枫 百轉千回 賞 雖然 馬 否